衛生情況檢報會 先介紹台上三位發言的官員 食物球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爾醫生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余惠寧醫生 首先我先請副局長先發言 各位前衛朋友,各位市民 本港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持續 在去年12月24日到12月30日期間 本港共有425個個案 而本地個案或者與本地個案有關連的 有395宗 原來不明的有36% 在最近這個星期,即是去年12月31日 去到今年1月6日期間 就錄得296宗個案 本地個案或者與本地個案有關連的 是268宗 原來不明的又佔27% 在過去兩個星期 就本地個案而言 沒有病徵的個案佔了約26% 雖然近日確診數字逐次迴落 但政府繼續呼籲市民 不要去安排或者參加不必要的聚集聚會 嚴格遵照佩戴口罩的規定 也都避免停留在人多疾病和空氣不流通的地方 有個整體社會防疫意識鬆懈 是會隨時增加疫情反彈的風險的 除了病毒監測和針對高風險群組和大廈進行的 強制檢測是必要的防疫措施 為了截斷社區上面的隱形傳播鏈 政府已經擴大了強制檢測的範圍 政府多謝市民配合強制檢測的公告 現在屬於強制檢測的人士 大致上有6個檢測途徑是可以選擇的 流動採用站只是其中一個 政府會在檢視流動採用站的使用情況 以及市民對於檢測的需求之後 決定是不是有需要增加流動採用站 調整或者延長流動採用站的運作時間 市民也都可以前往19個社區檢測中心 進行強制檢測 屬於強制檢測下的受檢人士 去到社區檢測中心是不需要付費的 亦都可以透過網站的預約 網站是www.communitytest.gov.hk 要按規定進行強制檢測的市民 亦都可以採用另外一個免費檢測途徑 就是在121間郵政局 20個港鐵站設置的自動拍發機 或者是醫管局 在下47間指定的保護方門診 去撒取這些深喉退役的測試原本收集包 我在這裡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是選擇透過這途徑 拿深喉退役進行強制檢測的人士要注意的地方 法輝文成員 法輸及ічARTQ 法輸及相 Phi Nauhen 但這根粒 blog 由是N referred Untertitled 可知員 法輪 adian 法定人數不足 我之後較為安心的 一般情況下 市民會在遞交樣本之後 三日內收到電話的短訊通知 我再次強調 陽性結果的樣本 衛生署會即時直接聯絡相關人士 和展開跟進的工作 在檢測表格上 大家需要填寫個人的資料 包括姓名、身分證號碼 和可以收到短訊的電話號碼 大家在交回樣本包之前 一定要核對確保資料 準確和完整 最重要的是 市民一定要按照 深喉脫液樣本指引的細節 收集來自燕喉的深喉脫液 留了樣本之後 也要盡快加回收集的地方 接受強制檢測人士 如果考慮會經過私營化驗所 或者其他途徑的盡量測試 請詢問他們是否會提供 有短訊通知的結果 這個安排 政府設立了一個網站 就是www.evt.gov.hk 方便市民可以查閱 以及下載電子檢測的紀錄 市民在去年12月31日 下午2時半開始 已經收到衛生署、醫管局 或者各個社區檢測中心 所提供的檢測服務 電話短訊 通知關於陰性的結果之後 可以透過這個系統的網址 剛剛那個 www.evt.gov.hk 需要身份證號碼 和楊本平的編號 下載電子檢測紀錄 這個網站提供了一個 額外可以讓市民查閱 檢測結果的途徑 請張醫生 還有29宗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都包括了5宗 和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以及24宗和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首先那4宗輸入性個案 就包括了1宗是尼泊爾抵港人士 1月5日是坐RA409 另外有3宗是巴基斯坦 經杜拜來香港的人士 就坐EK384 1月5日到港的 那29宗本地個案 除了5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那24宗個案 就是和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就包括了11宗 就是和藍田將軍澳隧道 就是最近爆發的相關個案 包括了9名接觸者和2名員工 這11個個案都是在檢疫中心送院的 就是檢疫中心確診的個案 那24宗本地個案 其實有18宗都是在檢疫中心確診的 另外那13宗個案 就是除了11宗和隧道爆發相關的個案 另外那13宗就和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那現在那個藍田將軍澳的隧道 總共就應該有大概15名員工 還有12位他們的緊密接觸者 就是總共27個個案 那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 請余醫生 大家好 直至上午9點鐘 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系統錄得情報個案37宗 在過去24小時 再有多57位的確診病人康復出院 至今一共有8257名的確診 和1名疑似病人康復出院 現時有633名的確診病人 分別在23間醫院和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 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41人情況危殆 47人情況嚴重 545人情況穩定 現時負額病房病床的數目是1261張 使用量是59.8% 負額病房的數目是691間 使用量是70.6% 另外這裡也跟大家報告兩件事 在瑪嘉烈醫院 在1月5日就開始設立了流動的檢測站 被同事接受這個病毒檢測 直至昨晚已經有接近1200個人 在那裡接受了檢測 連同在醫院做的檢測 大概有超過1500名的同事都做了檢測 在接受檢測的職員當中 我們就找到一位是初步陽性的個案 這位同事是在醫院的職業治療部的 一名病人服務助理 他就因為咳嗽和喉嚨痛 1月6日去到職員診所求醫 接著就去了流動檢測站那裡做那個病毒測試 結果就是陽性 他主要是協助職業治療師去進行一些治療 以及防制壓力醫的 他本身就不需要進行一些高風險的醫療程序 以及工作期間都有佩戴一些合適個人防護裝備 醫院就進行了接觸追蹤 這位同事曾經跟三位的同事都一起吃過飯 三人被界定為密接接觸者 就需要隔離檢疫 另外我們知道這位同事 本身都有家人較早前都有不舒服 也是剛剛一個初步確診的個案 另外就之前在出現群組感染的內科日間病房 暫時就在沒有發現新增的個案 需要強制檢測的243名職員 就有超過200人已經做了測試 其餘也都會盡快去做的 另外就關於昨天屯門醫院 有一位放射師是初步確診 醫院做接觸追蹤的時候 再找多一名負責清潔支援的員工 列為接觸者 這位同事是負責清潔同事用的洗手間 當時就沒有戴面罩 所以都是需要安排檢疫的 那我回報到這裡 現在是提問的時間 請大家提問之前先說出自己代表的機構 或者是第一位才是第二行第一位 三位你好,有線電視的 首先想問徐醫生 接下來就說會開啟德指揮中心 想問那裡大概有多少人 會在那個指揮中心幫忙 另外想問追蹤緊密接觸者的緊密接觸者 想問這個計劃 有沒有預計會什麼時候開始做呢 即是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揮給我們 還有譬如說如果做的時候 會是哪一類人先做呢 即是譬如說他們的家人 或是他們的工作環境 即他們的同事那些會先做呢 還有他們想著這個計劃會怎樣 即是要求他們強制檢測 還是要他們有個檢測結果之後才可以離開家 還有第二樣想問科興疫苗那裡 即是看到去到現在暫時都還沒有第三期的數據 其實是否需要註射的安排 其實都需要延遲呢 另一方面想問問張醫生 就是看到今天都有五個個案是源頭不明 想了解那五個案主要是涉及什麼個案 或者是有沒有經常跟公眾會有接觸到的 一些人士是確診了 是的 謝謝 好 請我簡單講講 政府怎樣需要和計劃去優化 或者強化這個接觸者 或者病例的追蹤 等一下可以請張醫生補充一下 都知道在個案的追蹤 都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防疫抗疫的手段 因為這個都可以讓整個醫護的偵測 可以盡早找出個案出來 都知道個案如果太多的時候 是需要很多人手去聯絡 去接觸和去詢問 甚至安排入院或者是其他的安排的 所以在人手上是需要多一點的幫助 現在的節目司司長也是統籌的一個跨部門的小組 去想一下怎樣去增加人手 也都因為人手多了 所以需要多一些地方去一起做事 所以就有一個擴大那個地方的需要 關於其他細節 可以請張醫生補充一下 我再回答那個裂苗的問題 就知道政府已經宣佈了 有三十個疫苗會訂購 所以在正式推行註冊的時候 當然我們都明白 如果愈發進行是愈好的 因為是有這個切實的需要 幫助減輕疾病的傳播 但是我們都有兩個很先決的條件要考慮 第一就是我們強調這個注射是要科學化 有科學維本和安全 所以在法例上面 和在專家委員會的設立方面 都是確保在注射之前 是有足夠的科學證據 還有一個在法例上面 能夠保障到市民 和保障到一些在執行這個注射的 安排過程當中的人士 另外就是一些配套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大量的疫苗來到香港 政府的目標都是為了大量的群組 特別是高位群組注射的時候 安排都要非常緊密和小心 預備都要很周長的 包括運送的配套 場地的選擇 注射人員的安排等等都要非常仔細 所以這兩方面其實政府都在物流中 鼓造中 我相信有最新的消息 或者可以真的去到一個進行注射的情況 政府是會盡快和市民交代的 麻煩 關於啟德的中心 我們現在暫時找到啟德的石區會堂 因為衛生防護中心都不夠地方 如果有一些紀律部隊的人員 幫忙做個案追蹤的話 所以現在初步都是找到一個地方 應該下個星期一到 大概有一百人的紀律部隊的人員 就會借調過來幫忙 追蹤個案的接觸者 當然人員的數目都會看看 如果個案增加或者減少 就會有所調整 我們之前都會給他們一些培訓 那五個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包括了一些退休人士 兩位退休人士 一位暫時沒有工作 一位就是剛才余醫生講的 屯門的工作人員 另外一位是做清潔人士 我們暫時沒有什麼方案的 不過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需要接受檢疫的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是一個密接觸者 你是跟他同住的話 一般我們都會建議他們留意自己身體健康的狀況 因為很可能有機會被送入檢疫中心的密接觸者 可能會變成一個個案 所以都會建議他們留意自己身體狀況 以及接受測試 好 第二位黑色衣服 你好 經濟日報 首先想問一下追蹤工作方面 之前袁國勇教授 建議動員一萬個紀律部隊的人員 去做追蹤工作 但剛才就說只是借到一百人 有沒有說那個差距是為何借不到一萬人 而接下來衛生署和紀律部隊 其實那個分工和追蹤的程序是怎樣 即是否涉及上門或者接觸確診者 追蹤人員會不會有些防護裝備 另外也是想問疫苗那方面 即是否都有計劃在每一區 即18區設立一個接種的中心 會不會有些詳情可以說一下 還有市民其實是否可以知道 哪一個接種中心是打哪一種疫苗的呢 另外科興和復星的疫苗 是否下個月的幾時可以到港 是否有一百萬人可以接種 而高維群組裏面有哪些人可以優先 他們又有沒有選擇哪一種疫苗呢 最後想問封澤流的污水原本 都是持續呈陽性 有否估計原因是甚麼 是否第一次的強制檢測 都沒有找到感染的人士呢 謝謝 張醫生 先請張醫生 關於追蹤的那個接觸者 我們暫時都是用電話追蹤的 有關疫苗那裏 講疫苗注射的中心這個安排 其實政府是留意到不同的疫苗 它都有它的特性的 其中一種就是關於這個 BioNTech那種 如果是mRNA的疫苗 它是需要一個很高規格的低溫的儲存 蘇聯員 運送的要求 在解凍之後 以及吸息之後 使用的要求 事情政府 finds 如果在某些政府 就有一個疫苗注射中心 特別是處理這個以很高規格 在儲存、物流和解凍之後的藥物的安排 關於豐澤流污水樣本的問題 其實這個單位在香港大學的 在污水驗病毒的一個研究當中 就發現原本是沒有個案 在污水渠裡有一些樣本是陽性了 所以進行了一輪的強制檢測 給這個大廈的照顧 然後到完成了第一階段 那個階段的測試之後 隔了幾天發現那些污水也有陽性的出現 經過跟這個大學和相關的專家商量 他們推測可能是因為在那個時候 就算大部份檢測了 其實專門檢測的人已經是很高了 九個幾個百分比 很多人接受了 可能是當第一次檢測的時候 那個病是未發現 病毒量很低所以驗不到 現在開始病毒量高了 就驗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有個需要 再做多一次檢測的 好 那我們下一題 一位男士 嗨, Dr. Choi 可以先問一下 我可以問一下 我們有關於水滴的污水 是不是有關於水滴 水滴的士さん 因為你說 一位 reasons 這位的確定是 是有關於水滴的 有關於水滴的 有關於水滴的 人的核發生 對手沒有接觸一些確實在還是大約 gonna。 QI- sharing how many people have not complied with mandatory test orders so far? Secondly, about the vaccines, Sinovax has yet to publish its third-stage data, and it could be that they would release their third-stage data in Brazil maybe 11 or 12 hours later. but there's also speculation that it could be postponed yet again and if that is the case what does that tell you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at vaccine and does the government have any backup plan to ensure that its timetable to roll out vaccination by February would not be derailed by that for example will it vaccinate people using Pfizer and other vaccines first and how do you restore confidence in the Sinovac vaccine yeah, that's all, thank you about the phone chart house sewage surveillance program and also the result of the need to carry out compulsory tests we have checked the number of or the percentage of compliance with the first round of compliance tests is really quite high it's more than, roughly remember it's more than 95% so with consultation involving the experts and also the study group they propose of course there's no confirmation scientifically but their proposal is that the more likely reason is perhaps some of the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tested may have a very initial stage in the illness so much so early that they are shedding very little amount of virus so it's not detectable so perhaps with time the viral load will increase and that's why the sewage surveillance show a positive result after a negative finding for several days so that is their suggestion of doing a second round of compulsory testing for that building of course hopefully we can find some positive cases which may stop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in that area or to other area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for vaccine I think the government of course will try our best effort to obtain scientifically proven effective and also safe vaccine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that we are addressing concurrently one is the legal aspect because the company has to apply for emergency use on the basis of the 599-K regulation and of course with the backup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panel who will vet very closely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safety data and also all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requested to be supplied by 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other dimension is the mechanism in providing the vaccination as I've explained before if we are going to launch a large-scale vaccination program we need to prepare very carefully the location the logistics arrangement especially for BioNTech mRNA vaccine which requires a very special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and also the dilution requirement of thawing requirement and of course we have to establish a large enough number which is big enough to cover different districts of Hong Kong and also the number of healthcare personnel which will be required to station at those centers for administration and also for aftercare so we are doing those preparation very closely yes next is the next two one is the second one yes yes 是做NOW TV的 想問一下醫生 就是剛剛有提到 衛生網戶中心會對那些 紀律部隊的人會有些培訓 因為主要都是做一些 電話追蹤的工作 但是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有些人可能是不聽電話 或者沒有聽到電話 所以沒有去到一些檢疫中心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培訓 譬如他們可能 最後那些紀律部隊借調的人士 可能都要去做常滿的工作 另外也想問一下 因為封閘樓那裏 除了想知道陽性的樣本 即是污水的陽性的樣本 其實病毒量是高還是低 另外其實在第一輪的強制檢測裏面 找到多少個確診的人士 麻煩你 就算現在也有少量紀律部隊的人士 就在衛生防護中心 駐守幫忙我們追蹤一些接觸者 我們有時候有些人找不到他 或者電話錯 各樣的事 我們都會請紀律部隊的同事幫忙 他們有時都會上門幫我們找的 當然如果多了人手的時候 當然也不排除有需要的時候 也要上門 香港這麼方便 大部份人可以找到電話 就是我們首先快點會先用電話 因為你去他的家 或者去工作地點 他未必會立刻在那裏 封閘樓的個案 在他最初決定去為這個大廈的駐湖進行強制檢測 就是因為他本來是沒有個案 但是在這個渠那裏 就看到有這個陽性的病毒量 當然我就不可以很準確到 講到在那個大學團隊的檢測的數字 那個值要高還是低 但是他們強調就不是在他的那個污水原本高低的重要性 反而是他有和沒有是重要的 因為他那個大廈之前沒有確診個案的 所以有就成為一個 就是穿了一個警號 是不是那個大廈本身都有一些個案是未知的 未找到出來的 所以就進行了強制測試 之後也都找到幾個個案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政府覺得可以用這個污水的樣本測試 去找一些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一些已經進行了強制測試的大廈 隔了幾天之後是不是可以進行這個污水的測試 看一下當第一輪做完之後 又解釋了或者撇除了其他的一些因素 影響之下都還有的話 是不是要做其他的行動呢 這個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就是好像風澤流這個個案一樣 就是如果是一個確診的大廈 如果研究團隊他有懷疑附近一些近的 但是又沒有確診個案的 但是是不是都值得需要做這個測試 以像風澤流那樣找到一些原本沒有發現出來的個案呢 這個都是會繼續去試行的 好 我們下一條問題 或者後面最後一行第二位 我們是位式 你好 無線的 第一條想問一問 就是之前說有四十幾棟大廈要做強制檢測 但是其實有一成半的人是沒有做到檢測 那想問當局會不會追究這些沒有做檢測的人呢 你是會怎樣追究呢 另外也想知道其實這四十幾棟大廈有沒有最新檢測的數字 就是找到多少宗是陽性的確診之類 另外第二條問題也想問封閘樓 封閘樓那裡 你說污水 樣本持續是呈陽性 所以要做第二次檢測 那有沒有說其實有個標準是說 如果那些污水要持續陰性要多久才安全 就是不用再做第二、三、四次呢 還有你剛才說做的率也高的 有九十幾個百分 但是可能還有小部分是走漏了是沒有做的 那最後就是想問有消息就說 二人限聚令和晚市禁堂食的防疫措施 就是會維持一段時間 直至本地個案的數字下降至單位數字或者歸零 想問這個消息是不是真的呢 謝謝 OK 或者說答第三個問題 就是關於不同的 關於提供飲食的廚所 或者是一些指定住所的安排 我相信每一個段落的疫情 其實政府都是要看回那個 所謂每一個浪的特性 以及參與以前發生的那些個案 或者那個波幅 或者以前那些收緊和放鬆的速度 和電量和信息 以及 todas其他的視頻 去做個借鏡 那麼這次呢 我已經是政府強調了很多次 跟第三波的分別就是 跟第三波的分別就是 以及一些很長的時間 並且做過些稀釋 而還有很多時間 這次呢 去控制了很多次 跟第三波的分別就是 它維持了一個高位很長的時間 我覺得如果太久是有困難的 這個政府非常理解 但是我們都要非常小心去平衡 如果放鬆太快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引起疫情的反彈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另外就是污水渠那個 就是剛才我的說法 也都根據大學的研究團隊的想法 不是說有多少個陰性才會放心 是倒回來說 其實應該來說它是陰性的 只不過它們被封閘這個個案 是因為那條村的每個大廈 還有它那些市民居民可以共用的位置 是挺多的明顯的 所以他們現場看的時候 本應是驗一個有確診個案大廈的污水 但是當他們看到一個很容易見到的 一個卡測感染的機會 所以他們覺得值得都驗了這個封閘樓 結果就真的在那個階段 找到幾個連續揚醒的樣本 所以就覺得需要建議 在封閘樓做那一次的強制檢測 跟著做完之後 有幾天是陰性的 當然期望它繼續陰性 但是後來又發現了兩天 甚至這間區的可能是三天的揚醒 所以其中之前 各團隊都有覺得 如果在他們做一些大廈的測試 如果是兩天連續的揚醒的結果 或者三天裏面有兩天的揚醒的結果 都是值得關注和跟進 而且況且這個大廈已經在早一段時間 已經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的強制測試 所以覺得都是值得跟進 經過他們的建議 政府都覺得其實可以再做一次 所以就決定了做第二次的強制測試了 第一個問題是在說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民政署的初步估選 因為他們都可以憑最初推行的時候 某些紀錄做 但是這個紀錄可能不是全面的 因為有些居民可能不是選擇去一些 臨時的採揚集合 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怎麼做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估選 但是其實他們一方面就一直都要核對資料 另外就是他們都會繼續去計劃 如果在執法那裏可以怎麼做 第三就是當然我們都是上市民驗的 其實希望不停的呼籲 還有剛才我介紹給市民都知道 任何強制檢測的人士 他都可以有不同的途徑 除了那些流動檢測的責任 也都可以去不同的途徑 去接受免費檢測 希望市民盡快完成檢測 好 夏宜偉 宜偉女士 自此的父母 有任何強制檢測 有任何強制檢測 in the first month and how confident are you towards of efficient uh vaccination progress as the public may not have 100 confidence towards the vaccinate vaccines safety and the last question to dr yu about one more tested positive and mass testing in pmh do you see him or her got infected in the community or within the household what is the risk of transmitting the virus to patient during work thank you around 100 officers from the disciplinary force will come to work in the kaita community center to help with the contact tracing work of the confirmed case we will give them briefing and then we will provide on-the-job training because the training may involve actual working under supervision for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closely preparing the launch of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so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for the emergency use of a vaccine which is developed uh within a short time for the need of perhaps um the the world i would say because the epidemic is affecting many many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oncerning confidence i think that has to be built up through various means first of law is through education because vaccination has been a very long uh effective uh measure in controlling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of course uh vaccines have their indication contraindication and every product has its own side effects or potential side effects so i think we have to educate and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 will try very hard to uh educate the public and also various sectors like the healthcare sector about the necessity of this vaccine and the precaution and the knowledge which is up to date and the second point i think is through observation of the vaccination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of the vaccines that has been launched already of course u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lso i think the advisory uh expat advisory panel and also the two com scientific committees under chp will watch very closely um and also have uh official connection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understand or to know the updated information on especially serious side effects uh so far happen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vaccines for covet so i think it's a continuation process um covenants has to be built up through education and continuous information sharing because it has to be transparent for people to be confident and of course the administration pathway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s also important we have to set up enough venues we have to arrange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do administration and have to be provided with a after a fully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so that is the basic mechanism how we would try to administer the program effectively efficiently and also gain public's confidence um regarding the supporting staff who was tested preliminary positive at the mobile station set up in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um she is the supporting staff working in occupation therapy department she develops symptoms of sore throat and cough and attend the staff clinic on the 6th of january and uh her main duty uh is to help the occupational therapist to conduct therapy for the patients and also to make pressure garment etc and she didn't require to do uh high risk medical procedures and she wear appropriate um ppe during her work uh we understand that she has a family member also have symptoms prior to hers and also tested preliminary positive and i think the hospital is still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 of her infection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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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海關的人士都有幫忙 我也想研究一下追蹤工作的計劃 其實剛才也說了 追蹤工作當然是重要的工作 但也不是唯一 我們政府需要不斷優化 或者強化的防疫、防疫工作 其實在這個時候 或者說我們不斷檢視有什麼空間 可以再優化 其中一個在這個時間 如果我們說要再集中人手 或者再招募多些人手去學習 或者將來去運用追蹤工作 其實都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因為現在如果我們開始訓練 這個疫情雖然稍微緩和一些 但如果將來足夠人手的話 萬一疫情再反彈 又會再多一些個案的時候 追蹤工作也可以更加多人幫忙 所以效果也會增加 好 下一題 後面第三 後面六色衣服 各位 米色衣服 是 你好 香港01 想問一下徐醫生 我們最近看到內地的疫情 都有些反覆 河北省也有一些爆發 其他城市也有些個案 我想問一下香港那方面 當局是如何評估 這些內地的疫情 會不會流入香港的風險 還有一旦如果有病毒 是經廣東省流入了 進入了香港 其實現行回港二的措施 其實有沒有需要檢視 或者加強 當局會不會考慮 可能取消了豁免 另一個問題 也是想問一下關於疫苗 其實都看到 英國方面 因應疫情 決定延長兩劑注射的時間 想了解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 扣入的三款疫苗 其實是否同樣需要注射兩劑 香港有沒有評估過 萬一疫情又再反覆的時候 會不會都需要好像英國那樣 都是要延長兩劑之間的 相距注射的時間 在科學、健康和防疫上 其實可不可行的呢 謝謝 好 關於在香港以外 任何地方的疫情 其實衛生防護中心 都是非常緊密去留意著 也適時去調節一些 無論入境或者檢測 或者是一些檢疫的安排 所以就住在牙北省最近 有些增加個案速度好像多了 其實衛生署 都在1月5日宣佈了一些新的措施 在過往都隨著不同的省市 或者是在內地的省市 他有一些個案的發現 都在某些地方 如果在香港居民 他14天之內曾經去過的地方 他要在關口來香港的時候 都需要做一個測試 所以在1月6日開始 如果那些香港居民 如果是去過 14天之內去過河北省 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要進行病毒的測試 第二就是在任何一些入口管制那裡 特別是在防止輸入個案的策略底下 當然政府會聯同這個防護中心 一起去或者檢視 什麼時候需要去調整任何措施 這個是會緊密留意著的 第三就是疫苗 政府去採購這些疫苗 其中一個參考的資料 就是製造商 他在研究的時候 他的劑量 或者他要打多少劑 或者打多少劑的時間 其實那是一個標準 但是如果在這個研究範圍以外 的一些執行 我相信要加回美科委員會 和專家委員會去審試和決定 好 各位男士 你好 AM730 想問一下疫苗方面 想問科興和復星的疫苗 大約是下個月什麼時候到港 剛才說有些高力群組優先 想問是哪些 以及他們有沒有選擇那個牌子 剛才提到說 有那個18區疫苗中心的市民 是否有機會 或者是怎樣得知 那些疫苗是什麼牌子 還有那個臨時醫院有沒有 投入服務的日期呢 另外剛才衛生服務中心那些 啟德那個中心 其實除了那100個紀錄部隊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政府部門的人員幫忙 那如果有的話 有沒有那些部門的brick down 還有就是 為什麼那個紀錄部隊 100人跟袁國勇提倡 一萬就有些距離 還有裏面衛生署 和非衛生署員工的分工 是怎樣的呢 另外想問一下 除了封閘樓之外 港大的那個計劃 就是有沒有找到那些 其他本身沒有個案的大廈去檢測 有沒有他們的名字 還有就是想問一下 今天源頭不明個案的個案 請問一下 先請徐醫生 好 那我回答了一個問題 因為是從疫苗的 就 在疫苗注射那個 注射場地的彎牌 其實剛才也解釋過 就是都要看一下那個疫苗 它的那個複雜性 因為為什麼政府都要想 在一些社區裡建立那個 那個疫苗注射中心 也是因為其中一個現在 會決定和市場供應到的一個 一個疫苗 就是要在那個儲藏要求是非常低溫 運送過程要低溫 要有解凍 然後解凍之後要稀釋 稀釋之後又不可以很多日 這個要求都覺得 是需要政府去做一個很緊密的統籌 才不會出亂子的 所以它中心的需要性在這裏 所以原則來說 就是那些比較高規格 在運送注射器式要求的疫苗 就會在這些中心進行 當然如果有些疫苗 它那個儲存規格 注射那個流程 和一般我們用開其他疫苗 比如像流感疫苗 是相對簡單的 用一些在普通醫務所 都已經可以有的儲存方法 那些當然都可以透過多些的注射點進行 那些封閘樓的個案 就是團隊是會決定 在一些什麼的 有多個個案的大廈去觀察 然後決定是否需要一些 在周邊沒有個案的大廈 都進行烏水測試 那這個是團隊去決定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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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過一些初步的想法 其實那個科學委員會也都參考了 其他外國的一些 或者國際上的一些資料 包括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等等 都覺得要為某些人去注射先的 包括他是長者 他是長期的病患 他的工作是容易接觸到 惹到這個病 或者有一些人他的工作性質 他如果驗到的話 可以透過接觸一些 傳遞一些他身體虛弱的人 所以大概都是這些類別 所以譬如說長者、多長期病、醫護人員 或者這些院舍工作的員工等等 大概的類別是這些 好,那我們再回答兩條問題 這位女士先 你們好,港台 想問一下疫苗那裡 現在科興那裡還沒有臨床的研究報告 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了解過原因是什麼呢 你們會不會都設一個限期給他們 什麼時候一定要交到那個研究報告 一定其實你們都很被動 跟不到公眾去承諾 接下來會如期到港呢 是不是都要無料期地等下去呢 另外也想問一下風窄樓那裡 現在如果繼續都檢驗到有陽性的樣本呢 是不是都代表著裡面都有一些隱性的患者 會不會都好像之前月明村那樣 要求一些居民出示陰性的檢測證明 才可以出入呢 最後就想問一下疫情那裡 就是剛剛就說 都覺得這一波的疫情 是比起第三波是回落得比較慢 是否都預期到 即是來近農曆新年那些慶祝活動 都很大機會傾向要取消呢 局方那邊 麻煩你 關於荒葉苗 雖然他現在暫時未發表到 那個第三期的研究報告 但是政府相關的部門 都會緊密跟他們溝通 我們都覺得安全性是重要的 安全性的評估 然後專家委員會都是要看回 他們公佈的第三期的測試結果 所以我覺得就需要等 也會繼續緊密跟他們溝通 了解究竟他們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第二就是那個風澤流 因為污水的測試之後 又隔了一會兒 又再游勝翻 還有持續兩三天 港大的研究團隊都是建議 我們再做多一次那個大廈 進行多一次強制檢測 所以這個我們都會進行的了 所以看看這個結果回來 會不會真的找到一些個案呢 第三個就是關於疫情 其實現在大家都是很希望疫情 快點控制到 剛才我們公佈數字的時候 都看到是有一個向下走的趨勢 但是我們都要小心 如果很多的措施放得太快 或者群眾又開始出來聚集 那是真的有一個反頻的風險 所以這個我們是要密切點 和小心點去部署和留意 好 最後還有這條 蘋果的報議見聞 三個問題 第一想問啟德指揮中心 想問一下中心的總指揮 會是衛生學會中心 幾個部隊的人 還是哪些人 那個職級是什麼職級的人 還有那個會做到什麼時候 那個指揮中心會暫停運作 就是有沒有一個指標 譬如說清零 還有幾個天或什麼 第二想問今天的個案 就是馬嘉烈那位初步確診 想問一下他有沒有在病毒潛伏期 去過EF座的Block 我說整棟大樓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時候 昨天確診那位98司機 請問他有沒有密切接觸者 或者相關人士確診有的話 是幾個號碼和相關陷阱 另外第三個問題想問余醫生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馬嘉烈的環境樣本 我們收到消息就是 醫院裡面有一些內部消息 就說這個MO 應該是醫生的休息室 醫院裡面有很大的疑惑 我想問一下這個訊息似乎是一個 引起了醫院裡面的醫護 也挺大的疑惑 我想請問其實那個醫生休息室 那個環境的樣本 那個病毒量是有多高 或者是高到一個什麼水平 還有環境是有多污臟 當然那些醫生暫時還沒有感染 但是我想問一下這個情況 其實遠方是否需要做一些調查 就是為什麼一個休息室 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 第二個部分就是想問 有關於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 昨天涉嫌因為國安法的罪名被捕 我想問醫管局對於第一位公立醫院的員工 對不起 第一個醫管局的員工被這個罪名去拘捕 有什麼回應 醫管局會不會提供一些相關的協助 例如是法律的支援等等 如果他這段時間是不能上班的話 他的人工是怎樣計算 他的職位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好 先請張醫生 那個啟德那個追蹤接觸者的中心 我們當然希望是紀律部隊 都會有一位比較高級的人士 可以做一個總指揮 當然他們是幫我們做事 所以有什麼事我們都要支援和跟進 那個巴士司機 昨天確診的個案 有些家人都是確診 但跟其他個案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都不會特意說他們的號碼 我們暫時沒有落實 晶宇醫生 關於瑪嘉烈醫院那位初步確診的同事 我們醫院做了調查 應該跟那個日間病房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但是那個同事有沒有出入過EF Block呢 這個我就不肯定我沒有這個資料起手 另外關於之前說 其中一位同事是在群組感染那裡 昨天我也有提到 其中有六個的環境樣本就是陽性的 以我所知那個CT值應該就高過30 因為那些的地方 其實那個同事都會有機會接觸到 所以就都不排除它是真的 有些地方可能是會有些的病毒 是留在那個環境那裡 所以就醫院都做了一個大清洗 和那個消毒那裡 另外就關於那個案件那裡 因為我也沒有資料 我也不能夠評論 不過醫管局都會有既定的機制 來處理這些情況的 好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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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